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们都想早点回家 喳 罗家主 就由我们巫孙部 送他们去迎辉宝吧 多少也算做点补偿 我们心里也能好受些 那就拜托您了 那太谢谢你们了 还 还有 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罗家主您 能不能借我们点路费 我回家后一定会还的 是啊 罗家主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一定会还的 求求您了 我此次来 是为了倾脚邪教 并未带多少钱财 这样吧 我们找到了一些 邪教搜怪来的财宝 你们就取一些 全出路费吧 这边我会补上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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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珠子真漂亮 玉香一定会很喜欢 今天辛苦大家了 此地的邪教 应都已辅助 大家好好休息两日 等月姑娘好转 我们就回洛家 我 我去村里逛逛 对了 邪大夫 这两天也劳烦了你不少 不如随我们到洛家 做客入我了 对 邪大夫切莫推辞 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熊 小月所中之毒 你当真无法可解 还是 是说 我不过是个寻常人 还难以如你一般 瞬间想出那种 以他人性命来试探 扁洛桓身份的方法 明姑娘 你说什么 洛家主 事情是如此 事关于人清白 你们确定扁洛桓 与邪教有关 之前 还只是半信半疑 但方才 岳姑娘所中剧毒 我虽无解法 却可肯定 其药性 与此前教徒 赐尽所用的相同 扁洛桓有其解药 结果不言而喻 我明白了 便因你们的计划行事 不过 幸亏她是邪教的人 不然没有解药 岳姑娘可就危险了 有事输在 洛家主大可不必担心 那我 先出去散步了 贤卿前辈 精通医术 一层 此处发生之事 已告知埋名 暂且可以放心 不知其他人如何 小赵岩 还不休息 莫非是嫌 我们三人同住一屋 太过拥挤 想和小修儿同住 前辈不要说笑 竟然如此淡定啊 君上您就指点着她 骑 君上 现在看来 只要多花些日子 她自然能缓过来 您的力量十分宝贵 何必浪费 来为她去毒 朔玄 武当如何行事 无需的智慧 我又做梦了 她们没事就好 虽说朔玄 近日确有失误 之前命她检查 齐的情况 她却因 气热贪水 而落了行迹 此次为防他们 对齐 有异常举动 令她赶来 落日步 却又未能保齐周全 不过 朱宇 你方才 可有些过分了 无病未下杀手 即便是你 十分之一的力量 世间 也无几人 可以承受 她不该多言 你应也意识到了吧 数月之前 你还不会因她 出言无忌 便对她出手 吴会尽力克制 水月蒙尘 尽由我等而起 我会为你拖延到最后一刻 不让那个结局发生 吴早有觉悟 灵夜 终吴一生 只能见到她的睡颜吗 吴信中 如今所感 似是人间名为 不甘之情绪 不 我相信 你们的缘分 不止于此 天真 天真 我怎么睡着了 齐 你醒了 我渴 饿吗 紧张 我好难受 我身都痛 好了 不哭 刚才还没事呢 怎么一下又哭起来了 一醒过来就很痛 可是你睡着时 我哭你也听不见了 真是小孩脾气 好了 不疼不疼 我会忍的 乖 你呀 今天晚上我看见开机关箱子的情景时 就告诉过你小心飞机 你自己躲开就完了 干嘛还帮姓扁的当劲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 他的感觉跟紧张宁有点像 是很重要的人 不能让他中见 哪里像了 我就是我 不许跟别人混为一谈 听见没有 哦 要是我看见的包括这一幕就好了 提前叫你不要出手 就不用受这些罪 可是 今朝 那样的话 他不就中见死了吗 你以前都跟我说 生命是很宝贵的东西 只有一次 虽然一般的闲事 咱们别管 遇见要命的事 还是要管的呀 今天朝言他们也说 就算是坏人的生命 也不应该轻视 我是个自私的人 对我来说 你的命就是最重要的 要是救别人会伤了你 那就让他去死好了 那我也很自私 觉得今朝的命是最重要的 确实与我无关 只是 不知月姑娘心中 是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呢 七 对你来说 我是什么人 你是金章啊 不是 我是说 你是把我当成哥哥 还是别的事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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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章啊 怎么了 你这样的傻瓜 我还期待你能说出什么惊人的话呢 算了 不是哥哥就好 嗯 今朝你好奇怪 嗯 那是什么 今朝你快看 真漂亮 好像星星一样 是 阿曼卓乐大叔他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我们去送礼成吧 朔玄姑娘 昨天在村里都没有找到她 还以为她已经离开了 太好了 等一下 去跟她打个招呼吧 罗家主 真的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哪 分内之事 大叔 麻烦你了 好 这是我们欠他们的 一路顺风 既然此件事已了 洛家主 我也告辞了 这么急 贤亲前辈和居兄也一道地开吗 我还想招待几位去洛家做客呢 小赵颜盛情相邀 我自然要去 我 我想再多留几天 回了中原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朔玄姑娘 我习惯一个人行动 便不麻烦多家主了 如此 那就不多送你 我去探视下岳姑娘的情况 明姑娘 祝你一路顺风 哦 我 那个 去村里逛逛 真是性有趣的 你接近洛昭言 究竟是为了取回你的东西 还是为了有趣呢 有什么所谓 朔玄姑娘 是来探望岳姑娘的吗 岳兄 岳姑娘怎样了 昨晚醒过一次 喝了点水 又睡着了 应该是没事了 哦 那就好 朔玄姑娘要走了 这个鬼地方 又干又热 又在这干嘛 姑娘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没空 姑娘 等等 你觉得 你拦得住我 妖气 两位 有话好说 朔玄姑娘 你好像对我佳琪特别在意 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不想说 你为什么不肯说 琪现在不过十五六岁的姑娘 我遇见她是在三年前 要是你和她之间有瓜葛 那起码是三年前的事 那时她只是个小丫头 我和你有什么过境 是跟她父母有关 你怎么爱猜 自己猜去啊 要不是因为她 君上也不会对我 小鬼 不知道打狗要看主人面吗 好吧 打主人也得先看狗啊 不许打金招 你们就这些本事 我的怒火不止如此 就看你是否承受得住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朔玄姑娘 你没事吧 食不 我 我 七堂主 你同这妖物熟食吗 妖物 这 这我是妖精要杀 自己不也饶一只走狗 不然我对那两个人 那我杀别的人总没关系吧 齐 齐 都住手 朔玄有哪个奇怪的水炮狐身 晴空对民功力不利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 抓住朔玄再说 一群没用的家伙 这 这 啊 你做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 可是 没劲 好 你好意的家伙 不许走 明姑娘 骆家主 明秀告辞了 好 好的 疼吗 觉得自己保护了心上人 虽说为死挨了小旭儿的她 心中却颇为自得 没 没有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你冒死帮她扰敌 想必那个硕玄 会对你青睐有加呀 怎么了 她刚才手上拿的那个东西 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看来她果然跟你的过去有关 可恶 就这么让她跑了 先回去休息 我做错了吗 可是就算朔玄姑娘是要 她也还没做坏事啊 居兄 临阵内乱是大忌 等岳兄他们心平气和一些 去道个歉吧 岳兄刚才那句 遇见骑士在三年前 是何以 不劳您远送了 师叔 他的妖气再淡 瞒得过我 也瞒不过同事妖的你吧 奶奶 立即别太重 否则 韩将兄可会担心自责 你别向师父告状不就好了 还有 不许叫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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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